顧天樂昨晚出席新片 真心的無雙手拍禮 講到兩年前 黑閃這部電影打到場面的時候 不慎被武器刺傷眼球 故事重提當時情況的時候 就說很害怕 因為當時眼珠流血 還有少許Gel 有Gel流出來就很嚴重 我也不理會 但聽到醫生說要連八針 我連在哪裡 眼珠跟我呆 眼珠可以連針 首先眼珠是不能下麻醉 就這樣亂 有沒有感覺 有的 痛不痛 很怪的 不是痛的 有癢 對 有些人縮過你 然後又 不知道怎麼說 首先是不能下麻醉 講到很久都沒有公開露面和宣傳 故事就說家裡有獎者 過去一年都因為疫情關係 盡量避免出門 不過近日已經開始投入新片拍攝 剛剛拍完一部醫護提材的電影 接著就跟林家棟合作 惡痕之外 所以都要打 整個手已經瘀了 現在是右手 關了幾天已經瘀了 因為昨天一個人打 有四個大隻佬按著我 不是打 按著我都會瘀 因為大家在鬥力 我回家的手臂是一個一個洞 問到故事會否考慮接種疫苗 我自己本身是超級敏感的 我都問過我自己醫生可不可以 我皮膚敏感到 我又鼻度炎又鼻敏感 我長期身體是出診的 我問清楚先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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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